大家好 我想今天下午这个会议啊 在程序上是有值得质疑的地方 我们在议事日程里头 有规范第十六条两天前要提出 除非有特殊情形 那么他假设是特殊情形 就应该要给他做一个界定 什么是特殊情形 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 要不然日后我们在立法院 就是有法依法 没有法就是依惯例 那如果没有一惯例可循的时候呢 那是不是我们国人也是会对我们失望 一个立法院自己却没有办法 对这个议事日程的执行有所规范 所以我认同刚刚有委员提出来 至于这个特殊情形 待会我们是不是就由党团来协商 如果这个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我们决定之后 再来看看会议以后怎么排 第二个呢我要讲的是 开会是委员们的责任跟职权 既然是教育文化委员会 跟经济委员会的联席会议 我们就不可以片面的 让经济委员会的委员 在这个时间点无法出席 因为他们是安排去考察 我想这个是作为一个主席 或者是我们所有委员会 每一个会议在开的时候 要去顾虑的一个基本原则 那另外一个我要强调的是 我们在保证和安 要确保核安 稳步的去减核 然后要发展替代能源 然后要迈入非核家园 这是执政党的一个理念 我相信也是国人所期待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目标 大家是没有不一样的 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 在法案审查的时候 就要放在所有的委员会的委员 只要参与这个会议的委员 都要让他能够出席会议 表达意见 我想这个是我们立法委员 必须在开会的时候 要确保的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权利 那另外我是觉得 对林毅雄先生 他的生命 以及我们国人 每一个人的生命 我们都应该珍惜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欣赏 林毅雄先生的 我以前就住在 一光教会的旁边 那么但是今天 我们这样的安排 我们是合情的 我们合理吗 我们合法吗 我在想 既然这个前提是我们要 要进入非核家园 这个法案 我们是迟早一定要去审 我们如果要公投 我们就应该是确保核安之后进行公投 这样的一个前提大家是有的 所以我希望 对于这个特殊情况是什么 等一下是不是就经由党团协商 我们把它确定之后 以后立法院 国人也不会对我们有所质疑 我相信这是我们立法委员们 应该做的一个功课 好谢谢陈委员 我在回应陈委员的说法 那个我相信我们这一次的会议安排是